在现代考古中 中国已发现了很多不服股市 基本上是老年股市 最为网友熟知的 应该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女士 在马王堆女士之后 中国又发现了一具引起轰动的女士 这就是年轻网友可能不知道的契丹女士 此居契丹女士是1981年 在内蒙古乌兰茶布蒙境内发现 距今已40年 这是一居少妇的尸体 死时仅25岁左右 死因至今沉迷 马王堆女士属于南方施尸性 乌蒙契丹女士则是北方干尸性 乌蒙契丹女士出土的具体地点 在时乌兰茶布蒙 查哈尔又一前夕 豪现营大队的湾子山墓地 这里处于内蒙古西部 这具古诗能被发现是因为盗墓 湾子山墓地所在地处群山环保丘陵起伏 墓地背山面谷形若薄几 东南面出口处有两座圆形山丘 如同墓前双雀 这样的地形地势 是契丹人眼里的风水宝地 被选为墓地一点也不意外 当地盗墓者往往利用这一规律 寻找古墓地 一找一个准 墓地并不大 南北长210米 东西宽120米 墓地上发现十座古墓 其中砖石墓三座 石石墓五座 土洞墓一座 土坑墓一座 编号从M1到M10 称之为豪倩营辽木群 可惜的是 其中七座墓已遭完全的盗掘和破坏 在现代 豪倩营辽木群第一次被盗掘 发生在1972年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当时 村组编制还是大队生产队 一天 象倩营生产队队长 带着一大群扛着铁丘 拿着铁笨的生产队员来到墓地 宣布破四旧 挖木 当时是大集体 人多力量大 生产队长宣布要干的活后 组员分组挖木 很快将墓穴挖开了 这里是当年契丹有钱 全是人物的家族墓地 墓内有大量随葬品 金银器 铜器 瓷器都有 当时 人们也没有文物保护意识 谁抢到归谁 大家一哄而上 珍贵的文物被一抢而光 据事后调查 有的抢到了护心镜 有的抢到了宝珠 有的几人争抢一物 一个装着水的宝瓶 在争抢时摔碎了 非常可惜 疯抢随葬品尚可以理解 不算变态 令人发指的是肢解骨湿 弃丹人下葬 不用棺材一类葬具 往往在墓室内 弃出一个台子 即所谓湿床 将尸体放于气上 如相床休息一样 衣物等随葬品 则叠好放在尸床上 让社员吃惊的是 有一幕里的尸体 竟然没有腐烂 尸体用铜丝网包裹着 脸上照着溜金面具 当时队员认成是黄金座的 将面具拿走 铜丝网则剪断 揉成一团 当金子带回家收藏起来 贪婪的心态令人丧失了人性 为方便取下尸身上的宝物 竟然折断骨尸的胳膊 拧断腿 这是很快传遍附近村庄 一个村看一个村 纷纷带人前来破四旧 实际是公开盗墓 寻找墓中财宝 少得十几人 多得几十人 最多的一天 山坡上竟然占了上百人 乱挖乱绝 把好端端的一片墓地 完全破坏了 但过了几天 突然就没有人来挖墓了 咋了 原来出事了 挖墓现场死人了 老人说这是报应 不信鬼神的革命群众 也怕了就此携授 有余座墓顶已挖出 也没人敢再往下挖 这就是后来出土的契丹女士 考古清理时 编为M6的第六号墓 女士暂时躲了一劫 但十年后又遭不测 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 万元户成为村人的致富目标 人们的脑子活了 想着法子致富 当时民间有一句流行语 叫要想富去盗墓 一夜成为万元户 当地有人想起了 弯子山上的古墓 以盗墓致富 1981年6月 有人又在山上盗墓 被常在山坡上放羊的巷嵌营村蒙古族老人武兰考 发现了 于是报告给乌蒙文物站 接到报告后 文物站考古人员很快赶到现场 只见墓地上到处是倒坑 典型的辽带勾文砖散落遍地 1981年10月 乌蒙文物工作站的考古人员 对豪倩营辽木群进行了清理发掘 由于破坏严重 考古人员只清理了 第二号第三号和第六号三座墓 第六号墓考古收获最封 契丹女师即出土于此墓中 契丹人下葬后一般不留分头 年代一久便不容易发现 但豪倩营弯子山墓葬 很容易被盗墓者找到 因为每座墓葬在地面 都有一个长凸字形的石器边框 非常明显 边框七侧较宽 下面就是墓室 东侧较窄 下面是墓道 清理第六号墓 已是1981年10月中旬 清理前发现 墓顶部有一直径3.5米 深约1米的稻洞 虽然遭盗挖 但盗墓者并未得手 进入墓室 所以第六号墓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出土了一批文物 瓷器有瓷柱两件 瓷碗一件 瓷盘四件 瓷碟五件 铜器有玉柄铜配刀 玉柄铜刀形器各一件 玉器有玉环两件 七木器有七盘两件等 第六号墓是一座石室墓 在墓地的最南边 左西朝东 由墓道 涌道 墓门墓室四部分组成 墓室面积不大 城部规则八边形 东西和南北最宽处 各在两米多一点 整个墓室做的粗糙 不太讲究 不能防渗水 墓壁可以看到水秀的痕迹 但墓室整体完整 并没有坍塌 墓室淤泥中 发现了老鼠的骨骼 推测当年老鼠曾钻进来打窝 雨水和泥土顺着老鼠洞下来 墓室后侧 靠墙弃有尸床 尸床前有木共桌 清理石已朽 尸床略成梯形 四边略高 女尸陈放于尸床上 头下枕着高15厘米 包裹丝织物的木枕 清理石也朽了 尸体向左侧直直 头向北 脚向南 面部正朝着木门 左手平放于胯前的石床上 右手靠在腰侧 尸体两臂风雨 双腿肥瘦 胯骨与臀部宽大 腰部紧束 可以清楚看出 是一位成年女性的尸体 但从尸身下各个部位 都有着厚薄布等 淤积土层来分析 这并不是他最初的脏姿 最初因为养身直之脏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姿势 应与木石积水有关 渗漏进木内的雨水 把尸体飘了起来 扶起侧转了 如此水浮湿不止发生一次 渗水殆尽的泥土逐渐沉积 导致藏姿改变 形成了出土时所见的状态 女尸收敛时 有多层藏腹 外面是三层长袍 从外道里分别是 朽花丝紧长袍 将紫色丝紧长袍 中黄色丝紧长袍 长袍下面则是短衣和捐裙 从上到下分别是 黄色丝紧短袄 青螺短衫 捐短衫 捐裙 棕色丝紧背心 由于牧师反复进过水 衣服基本上全宿烂了 没有一件是完整的 上述衣服饰样 是从卫腹部位看出来的 女尸身上包裹的铜丝网 其实是契丹人特有的脏服 称为铜网衣 与中原贵族死后穿的金绿绿衣 有相同的风俗学用意和功能 铜网衣不是照在衣服最外层 而是穿上棕色丝棉背心 捐裙 捐短衫 青螺短衫后 用深褐色粗螺 由上往下裹铲好 再照上铜丝网 然后穿上黄色丝棉短袄 长袍 尸体收敛穿好后 从外表看 看不出穿了铜网衣 与金绿绿衣穿在最外层不同 发掘时能看出来 是因为外层丝织衣服腐烂了 穿上铜网后 再给女尸戴上手套 穿上丝棉软靴 用包头把头面包裹上 做好这一切后 要给脸部照上溜金铜面具 盖上紫红色的湿裙 清理女尸时 这层尸琴已不存 只见痕迹 溜金铜面具 是用很薄的铜皮做成的 人脸大小 上面有五官 非常逼真形象 如果是更高级的贵族 死后还可能使用 更能显示身份和财富的 黄金面具 这件溜金铜面具出土时 并不是戴在女尸的脸上 掉了下来 考古人员是从淤泥中发现的 截去脸衣网衣后 这具气胆女尸才完全暴露在考古人员的眼前 尸体形状完整 胸底微收 腹部下陷 直骨部明显凸起 当时考古人员有意用手摁了一下 感觉胸部和臀部的肌肉竟然还有弹性 女尸发型完好 额头上部剔去5.5厘米一片头发 有不到一厘米长的发根 头顶上发极为鱼 头顶长发极为一束 用纱带捆扎 结在头顶中央 由于湖南马王堆女尸效应 考古人员对这具女尸的发现十分惊喜 内蒙古方面及时将情况上报给了 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所特派了一位考古专家赶来 现场指导女尸出土 出于保护女尸的考虑 考古人员特制一块钵钢板 分段插进女尸与尸床的结合处 再将钢板固定在一根横幕上 使钢板与女尸成为一个整体 然后拉动横幕 将女尸慢慢平移到一块备好的木板上 然后将尸体和木板一起密封包装 驮荡后才运出木室 经测定 第六号木的年代约在辽中晚期 女尸出土时 据下葬已有九百多年 墓葬年代 墓主族类都好确定 但有一个问题难住了考古专家 女尸为什么没有腐烂 第六号木并不具备尸体长期保存的优越条件 外部也没有新疆干尸形成那样的干燥的气候和环境 内部墓尸渗水 又无马王堆那样的高级葬具 相反尸体还被肾水反复泡过 应该早就腐烂才对 当时考古专家 医学专家 甚至连法医都参与了气单女尸不服的研究和探讨 从牙齿推测 女尸死亡时年龄在25岁左右 身高160.9厘米 血型为B型 从头中测出点、铭、铜、繁铅等多种元素 其含量比现代正常人高出数倍至十倍 铜的含量高达数千倍 从女尸的肺脏、胸膜和腹膜等组织中 剪出了细菌牙袍 这说明腐败微生物曾一度在她的尸体上繁殖过 但为什么后来突然停止了繁殖 让专家最为吃惊的是 女尸胃部发现了超量的身 为正常量的数倍 身是一种剧毒物质 民间俗成皮霜 女尸死亡正是最美的年龄 很年轻 当时一度传出她是被毒死的 但专家最终否认了这一判断 胃部和骨骼中含身量最高 可能与生前服用含身药物、食物和死后灌入披霜防腐有关 现在大多数专家认为 契丹女尸不服与自身形成的无菌环境有关 一、铜网衣有杀菌功能 防腐作用明显 二、超量的身让腐败微生物无法生存和繁殖 直接保护了尸体 或许有网友还想问 女尸是怎么死的 起初推色是死于男产或妇科绝症 根据是在女尸两骨间的铜丝网外层 仅夹着一块厚厚的副层布 考古人员称之为党部 党部保存较好 仅千年下来 棉及丝织物仍富有弹性 但上面有血污 应该是从下体流出来的 这让专家起义 在观察女尸下身的泥土中 有一丝血斑 尸检时发现女尸腹腔盆腔内有褐色粉末 也疑是出血形成 但是法医血痕化验却显示并非人血 从而排除了死于男产大出血 或死于妇科病 比如子宫癌 宫颈癌出血的可能性 至今 契丹女尸的确切死因仍是个谜 但她是非正常死亡是肯定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